俄美紧张局势正在全面升级,据俄罗斯卫星、通讯社9月17日报道,近日俄罗斯空天军出动包括图160、图建95战略轰炸机在内的打击编队模拟对美国本土的核打击。 据悉此次俄罗斯核打击编队在穿越远东地区后长途奔袭超过8000公里,直到次入美国防空识别区,在美国本土外巡航一段时间后, 才做出返航的命令,此次战略军事演习,向美国展示了俄罗斯不容置疑的核打击能力,同时也是对美国发出最强的战争信号。 另据媒体报道,为了更大程度打击白宫的战争决心,俄军在发动对极端组织的攻击时,杀死了至少一名支援该组织战斗的美军特种兵,白宫方面闻讯大怒。 单唱表示将上套对俄罗斯全面军事报复行动,美俄战争在即,多个西方国家纷纷站出,希望双方都能在此刻保持克制。 毕竟实验不想看到全面核战争的爆发。 心理学,有一种观点,认为越是强硬的人,越是在用强硬的态度掩饰内心的虚弱。 俄罗斯在综合国力大不如美国的情况下,仍然大致向美国发起挑战。 难道强硬的普京是在用这种看似蛮横的行为,掩饰俄罗斯的疲软? 从全局角度来分析,显然答案并不是这样。 总的来说是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。 一是美国大规模,全方位的压迫,已经把俄罗斯逼到墙角。 战斗民族已经到了不反抗,就在挨饿受苦的时候,进攻是最好的防御,与其被动挨打,不如主动出击。 二是俄罗斯拥有挑战美国的底气,虽然苏联解体后,俄罗斯军事,经济大幅倒退,但起军力仍然位居世界第二。 二,轰炸机,核潜艇,战略导弹等力量仍然十分强大。 就算最终战败,俄罗斯仍然有核武器之招王牌在手,战争只可能局限在外部第三国。 就算是特朗普也没有胆量,敢直接打击俄罗斯本土。 面对俄罗斯这个强大对手,美国不敢有丝毫懈怠。 美国高层已经通过种种行动,感受到了俄罗斯此次的战略决心。 但是另一方面,中东也是美国的和谐利益,这一点绝对不能忍让。 美国现在对俄罗斯只能有两招,一是通过其领导的西方国家,对俄罗斯,实行更残酷的经济制裁,使其葬失与美国升级战争规模的资本。 二是从军事上对俄罗斯施加压力,毕竟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,其常规矩力和核武器都是世界顶尖水平。 美俄大国博异无可避免,现在外界能做的也只能是让美俄尽量保持克制,避免将局势升级到不可控的程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